Kulia就說Tesla升上700元樓上 我怎麼看 我自己 那句看看你是長遠的信徒 還是用一個短線的操作 如果你長遠的信徒其實就沒有什麼改變的 就是業務所有東西你都是提得好的 但是如果用短期 我覺得就未必那麼值得買回住 雖然昨天會升上700%上來 但是一來那段走勢 就未破回 由可能4月份下來的那一刻 其實是未破回的 二來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短線其實就欠缺一些炒作的趨化 因為一直以來其實都在說Tesla 當然剛才大陸的前景很好 大家focus來這幾年的業績 所有的都很好 也正是因為是偷步focus到這麼前 其實在股價上就是 為什麼過去炒得這麼厲害的主因 你說的價格都反映了 來這幾年的一個盈利 變相這一刻除非你是更加有強的一個預期 否則就可能短線很快就炒上去 還有我想最大的短期 Social book 可定性 都是Elon Musk 其實他那些持股 壓股 需不需要減貨 其實這些都是 就是過去這幾月不斷困擾Tesla的一些因素 因為你另一邊上 他也都是要可能再說一個Twitter 或者很多 你知道 就是他有很多新的搞作 很多搞作 就是你不知道突然間 如果他又說不知買哪家 買哪家 那他唯一最可以套現到 真的就是Tesla 所以所以我覺得 這個會構成短期股價 還是反覆的主因 所以你說短線我就普通一些 除非你說他能夠這一刻 繼續站在大概720元樓上 如果能夠站在720元樓上 就是開始咬上來 我想那些才會再做 可能短線操作會好些 但這個價位我想多看幾天 可不可以先上到720元樓上